做一个立体的桌面相框 一种在电视剧中常见的桌面小相框 准备卡子一张把相片放上去画个轮廓 这样就知道要做多大了 把轮廓的延长线画出来 在延长线的1厘米、2.5厘米、3.5厘米和5厘米处分成4格 注意看这里 在中间两条线的1.5厘米处做几号 然后把这4个点连起来成为一个梯形 把每一边都画好图纸就出来了 把画好的图纸剪下来按照线条折成相框 只要把四边都折好 它会自然的形成一个相框的形状 非常神奇 折好以后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打开一边 就可以把照片从这一边塞进去了 交界处可以稍微粘一下 可以用长方形的纸折成支架放在桌上 非常实用的立体桌面相框 关注我每天带你做好玩的